就是很強 走出來就自帶一個光這樣子 剛才我在這邊丟棕球的時候 就好像也是在旁邊 就一個光在這邊這樣閃 讓若曦不小心變成迷媚的 是十八歲的投手孫義磊 兩位都是本屆雅錦賽 受關注的新世代強頭 同樣被稱為火球男 二十三歲的徐若曦 效力衛拳龍也是二零二三年 台灣大賽MVP 幫助龍隊奪得重返一軍的手冠 而孫義磊則是剛跟日本職棒 北海道日本火腿鬥士隊 簽下四年育成合約 簽約金大約九千萬日幣 旅外前的國際賽肯定備受關注 兩人也在這之前 體驗了一下日直秋訓 孫義磊跟著日本火腿 而徐若曦則是跟衛拳總教練 葉君章參與歐立式的訓練 不一定 這幾年都有改變 我也像大家以前對日本的想法這樣 他們的選手的知識當然都很好 年輕的選手 那個素質感就是 就是 跟台灣別話的感覺就像一線的選手 他們的訓練比較不一樣 其實沒有 我們想像中的那麼 自視 其實他們訓練時間蠻短的 我們十點才開始練習 然後我基本上投手兩點 一兩點就結束了 然後下午都是自己的時間 兩人異口同聲 認為台日的訓練方式 都嘗試融合各國的優缺 以不再是單一風格 而回到中華隊報道 當然被賦予重要任務 我覺得他一整年的比賽 到台灣大賽下來 應該已經算是很穩定的一位投手 那目前以中華隊來講 你要說是王牌 他應該就是王牌 被總教練點名 就是王牌S的徐若熙 由旺康下台北大巨蛋首戰先發 並且對戰台灣的宿敵韓國 現在比較平靜 時間近一點的話就會開始打 我覺得 就是把當下自己該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不要出去想說 我要把什麼東西丟到做得很好 假如說可能 因為一直想去三陣打 我覺得不用去想這些 我只要把球看著不得暗號 丟到不出手裡面這樣就好 虎隊魏全龍對徐若熙 在雅錦賽的投球限制 是80球五局 總教練郭李健鋒認為 運用上問題不大 而本人則是透露報道的第二天 目前的投球狀態大約七八成 等待實戰之後就能調整到位 而在U18世界盃投出身價的 孫益磊能夠標出一百五十五公里火球 獲得日職球團青睞 他自認正好缺乏互相學習的環境 熟透參加成人國家隊 訓練比賽強度自然拉得更高 關注度也更勝以往 我比較屬於很大的場地 就是覺得 越是興奮的感覺 越多人越好 我是滿放鬆的 因為我覺得 以賽就是這樣玩 有輸有贏 然後看臨場的反應 因為你現在也沒辦法太緊張 還是幹嘛的 我是因為有學長 可以問 有地方可以找答案 看來屬於強心臟的孫益磊 已經準備好要在雅錦賽大展身手 投手群當中的大學長 偷散曾仁和 也說感覺這群學弟 不會特別緊張 而且充滿鬥志 丟球品質或者是其他變化球 態度上面我都覺得是一個 滿好的學弟 應該去日本 我是覺得說 對他來說 應該是 對他是好的 對 因為畢竟 以他現在的年紀 然後球速那麼快 去日本的話 我覺得 對先發養成 應該是滿不錯的 確定加盟日本火腿的孫益磊 球團給他的投球限制 是登板首戰50球 休幾天後的第二度登板 可提高為80球 總教練郭李健鋪認為好運用 也鼓勵他要趁此機會 銜接更高層級 我自己也經過這種階段 就是在跨過這個坎的時候 是要特別去注意他 對 那也希望他 他可以借這個比賽 更就是跨入大人的比賽 因為是跟跨級U-18 跨級的第一個賽事 應該可以再多關注他一些 這樣子 新世代牆頭 尋找證明自己的機會 也想在國際賽投出更多信心 無論是即將展開旅外 或是迎接新球季 都能有好的開始 華視頻 王世凱 張榮甫 林一文專題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